成立于2010年的北京大学生物动态光学成像中心 利用最先进的生物成像和基因测序手段 从事生命科学和医学基础研究 习近平来到这里观看多媒体演示 了解胎儿遗传疾病筛查 癌症早期诊断等新技术研究应用的情况 并通过显微镜观看动物卵细胞受精和脊皮细胞提取过程 习近平勉励科研人员刻苦攻关勇于创新 中心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谢小亮告诉总书记 自己已决心全职回国工作 并将带领团队吸引更多海外优秀人才 习近平说很好 现在我们国力增强了 要有宁心俱力办大事的自信 关键是要把最好的资源配置起来 让各类人才的智慧充分发挥 具天下英才而用之 通过大家一个个人生梦事业梦的实现 促进整个中国梦的实现 从实验室出来 习近平沿着校园小路